今天,一名男子於香港大學東閘的馬路旁邊掛上五張橫額 上面寫上有關兩年前馬例醫院 懷疑有男醫生非禮女病人的事件 抗議警方包庇涉案醫生 加上他認為近年警務處處長曾慧雄處理於黑應論 男警變性等具爭議性的議題不力 要求曾慧雄辭職 我寫的橫額是一般事實 有光碟和有錄影 但為何會是廣大的都知道 第一,正作空義地點是由我選擇 那大門口,我希望有聲音 也希望你有正義的同學知道發生甚麼事 其實你跟那個事主是甚麼說 事主,第一,當時是我兒子未來的媳婦 現在我兒子是正人 我說第一,你真是沒有領導才 第二,沒有口才 三,不是人才 四,不戀身才 只是怒罪 我是一人抗議性我萬人有幸 肝命男子聲稱事件發生至今已經兩年 但仍未得到合理的回應 唯有以正作抗議及貼大致部的形式表達不滿 而有關事件的次末仍有待調查 校園電視記者,蔡惟欣報導 好可憐 好可憐 謝謝